尽管王一博现在已经开始在电影界发展 并且将业务重点放在了演员身份上 但流量的转变往往是不被大众认可的 尽管王一博有很强的人气 但他想要真正做到破圈 还是很难的 继陈情令之后 王一博的各种资源也一路高涨 街舞成为他事业的又一个转折点 制作精良的节目最容易受到大众的关注 而作为顶流队长的王一博 在街舞中的表现也是一呼寻常的亮眼 王一博本人就是一位很有实力的舞蹈演员 在有了一个足够大的舞台之后 他就把自己最优秀最耀眼的一面展现出来 而王一博就是这样一位令观众赞叹的舞蹈演员 他所带领的团队赢得了街舞比赛的冠军 由于即将拍摄的原因 目前他的行程非常紧张 但也不妨碍他参加相关的演出 上级街舞让他在圈内大受瞩目 因此本季他的球队选择续约 只是队长人选方面肯定会有所变动 作为乐华的股东之一 韩庚同样也是王一博的前辈师哥 虽然他现在在娱乐圈的存在感并不高 甚至可以用模糊来形容 但他在乐华仍然有很高的地位 即使不是他也不会有今天的辉煌 前一季韩庚被流量新人所取代 但有消息说本季他将回归 与王一博共同担任街舞司的队长 他对之前的节目不满意 因此想重新获得导演资格 因此私下与王一博团队谈过 面临着这位乐华师哥 王一博也只能选择后退 只是身为顶流想要或引人注目很难 所以他需要弱化很多优势来进行收拢 街舞是一个拼实力的地方 王一博不会输 这就足够了